再來我們來看看 伊玲 好 真的上班值來了 對 但我現在好一點點 因為我現在開始都是用 白CASE的方式 對 但是我要跟大家介紹就是說 因為我做的是活動公關 所以我們就講一年當中 最恐怖的時期 尾牙 對 尾牙 春友 對 很恐怖 其實尾牙跟春久看似 好像就是隔了好幾個月 但其實全部都是一氣呵成 連在一起這樣子 其實大家好像看 我早上起床的時間 好像很晚是10點 但其實因為我們先回頭看到最後面好了 3點才回家 對 所以我弄完可能4點才會睡覺 好辛苦 真的 可是我自己有一點不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跟自己的時間控管 也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因為在這個時候 你幾乎是沒有辦法控制 事情的變化 所以把自己好好的打扮 然後喝了一杯咖啡之後出門 其實也不是說真的多好打扮 就是選一件舒服的T恤 跟牛仔褲 球鞋就要出去 這個是開會時候的裝扮這樣子 一路上可能就會開始要回覆信件 然後跟客戶報告進度 跟老闆報告進度 然後開始去追前一天去問的 廠商報價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忙完了以後 5點這個時間 其實我們要去趕 永樂故事 因為我們常常要有很多東西 要訂製 或是說要去做道具 服裝之類的 也要會做 會 好 到這邊 未來物已經完全結束了 最後我們就是要回到公司 公司你會看到這一大塊黃黃的 你都是只有在做這些事情 看起來很浪吧 沒有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此時此刻 今天早上回覆客戶的事情 他們回去也會內部會議 然後他就會寫信再來問你說 後面會怎麼樣做 或是幹嘛一大堆進度 所以各家客戶就會來信 你就要試著去回覆他 你回覆之前還要跟老闆確認 然後答案正確的話 我們才能夠回覆 對 所以有很多的小事情 都同時在發生 一下子 到凌晨3點 可能才會結束 這樣 老師你要給他什麼最好的 我想要拜託老師就是 因為我們平常真的是 蓬頭垢面 我剛剛講的 這個是開會的服裝 如果你提案 你要有親切感 你不是說我黑就是專業 可能還要有一點流行感 人家就會覺得印象深刻 所以有時候業務要衣裝也是 不是虛榮 而是真的會讓人家第一個印象 要贏在起跑點 是 好 交給你囉 OK 馬上來看看 我們要去跟廠商你知道嗎 提案 講那個預算 要有氣勢 而且那個氣勢 要讓廠商印象深刻 對你一個好印象 那就是時尚 歡迎伊玲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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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簡鈴的感覺 對 而且時尚好時尚 這樣有沒有贏在旗袍裡 有 對 因為我覺得今年 大家不要 要摒棄那個黑白色 不是 應該說業務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這種戰服就是黑色或白色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自己也很愛黑色 可是如果你要讓 這麼多提案當中凸顯而出 我覺得你可以嘗試穿這樣 叫今年最流行的奶茶色 對 然後就是好像有一點 那種Milk tea那種奶茶的感覺 Milk tea 對 Milk tea 奶茶 所以它就不會讓人家覺得很重 這樣子就會很亮 我覺得Milk tea很特色的是 我全身是奶茶色系 可是我在配件上面 用一個很Bibbit color 就是日文是Bibbit color 就是讓人家很 醒目的顏色 對 醒目色 醒目色 就一看就會BB BB 對 對 然後就是一個醒目色的概念 譬如說鞋子 你看它全身是奶茶的這種 咖啡色 或是米色系調性的顏色 可是鞋子讓它是一個 非常鮮紅的這種顏色 你就會覺得全身上下 它就會很顯著對不對 然後尖頭的鞋也是會 讓你很有氣勢 對 對 然後再來 你看它身上這個小名片夾 好可怕 你也可以放個信用卡 放個悠遊卡 放個名片都可以 這個就很能跟客戶聊天的 小單品 我真的想說放什麼東西 對 而且在你抽出來的時候就 請會吃名片 對 所以我覺得 要讓客戶印象深刻 不一定要露乳溝 露腿 其實有一些小小的道具 也是可以讓人家覺得印象很深刻 比如說紅鞋 還有小小的粉紅名片夾 你可能會看到它 也會整個好感度的學 對 這很厲害 腰葉還有力獎 我覺得今年上班族 很重要的是寶太這種 蝴蝶結 對 蝴蝶結領的襯衫 不管是大件小件 像我今天穿的也是 就是蝴蝶結領 也可以讓你顯出你的專業 那我覺得像這樣子的上衣 就很適合衣服 不要再可以擺搭配了 溫柔的奶茶色 眼綴鮮豔的配件 反而讓你更有記憶點 案子一定到手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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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